四川大地震四年多了 这当中呢 慈济为受灾相亲 原建大爱屋还有学校 帮助他们安定生活 这些人间大爱的故事呢 慈济加拿大分会办了摄影展 要透过照片来带大家了解 2008年5月12号 一场剧震让天府之国蒙上 深深哀期 剧震正回许多学校 慈济原建13所希望工程 散播人文理念 穿证满四年了 慈济加拿大分会举办摄影展 战情记者会见证人间温情 我们这次盖学校的特色 就是第一个 我们所有在盖这个学校 我们在都是亲自发包 慈济自己发包 慈济其实把所有全球的爱情 真正是百分之百的落实 而且就是等于是 更用心的回馈 因为所有的这些 把包的志工监工 大部分都是志工 所以因为志工 所以反而更用心在当地 记者会上包括世界日报 明报等九个媒体来访 何国庆希望透过媒体报道 能广摇社会大众 透过照片 真善美的故事 了解慈济大爱 不分国界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梁玉燕 尤德坤 加拿大报道 搁这次春切的 估lt 谢谢大家